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峰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小鹰做不好,赖神就一定做得好吗? 最近台湾独派大佬吴宽敏提出了一个说法 蔡英文做四年就好了,全力改革,让社会留下思念 下次最好的人选是赖清德 顾宽敏还说赖清德是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顾宽敏这些说法至少有两个该被质疑和批判的地方 第一个,顾宽敏凭哪一点可以说服台湾民众 蔡英文做不好,赖清德就一定做得好呢? 第二,顾宽敏又凭哪一点可以指点江山 越出带袍,帮台湾民众决定台湾的前途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赖清德在台南市长的任上,政绩固然不错 但是台湾从1988年以来 领导人不是从台湾省主席转战 就是台北市长更上一层楼 还没有潜力可以从台南市长职工总统大位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也不是说台南市长就没有能力只取总统宝座 赖清德固然精明干念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收拾蔡英文留下来的烂摊子呢? 比如说,被企业和劳工骂翻天的一例一休 比如说,自爱难行的无核家园 废掉核能发电的政策 像是导致军公教紧销如影随形抗议不断的联金改革 像是被全民骂翻天 专门绑装的前瞻计划 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烂尾楼政策 请问,只当过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如何应付,如何收拾这些善后呢? 相较于台湾这些内政危机 可能还只算是小事情 还有更重要的 根本关系到台湾未来生存发展的两岸政策 赖清德恐怕更无法超越这一座大山 请问,一个嘴巴上空喊 亲中爱台 可是隔没几天 他又自己坚定主张台独 亲中和台独 根本是两个水火不龙的思维 这又叫大陆政府如何相信赖清德呢? 今天的蔡英文 固然没有把两岸关系搞好 但是,至少蔡英文这几年 甚至于担任总统的一年两个多月以来 蔡英文还不曾讲过他主张台独 而赖清德公开高喊台独 把台独挂在嘴边 难道赖清德当上了台湾领导人 两岸关系会出现戏剧化的转变 一戏之间话敌唯有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从民进党的立场 从顾宽敏个人的主观想象 赖清德就算是绿营2020年的最好的人选 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服台湾人民 小英做不好 赖清德就一定做得好 就算换上赖清德 内政危机无法解除 两岸危机也无法解除 台湾势必再继续空转四年 从台湾老百姓的角度思考 2020年最佳的人选 恐怕这个人还在难产之中 顾宽敏 你可能白操心